书友们,那么我们跟往昔一样了,又是来写一下对联 今天想要写的对联内容呢是 草种吉祥,炎化意,花开富贵,意春香 那么来写一下上半句 这个草字头的撇屏是最关键的 力度给足了 这个草子呢,这里呢,突出 这里呢,突出 重字 比比稍重 一点呢,跨在树比的偏下这个位置 那么这里呢 到这里拖出来 到这个时候,末尾的时候稍重那么一点点 这边,这里可以写的重一点的话更好一点啊 拖一下 草种吉祥 跳下风 大家写这个集子的时候,这个转折呢,加重一些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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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笔呢,是有呼应关系的 这两笔呢,是有呼应关系的 歉子 爽私 草种吉祥 岩画意 草种吉祥 对 对 四 一折下去就变粗了 粗细变化呢 是有为强烈的 穿过一点点就行了 这里很重 这里也是很重 这两笔呢 其实它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最后一笔的长度了 不要超过这一笔的长度 一定要记得很清楚 不要一样长 也不能超过它 那么写下最后一个字 一字 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折角 转折角的时候呢 可以稍放缓一点 然后点完之后 调效封 然后再往上提 提完之后 在这点下去 接在一起的啊 这种笔异是在里面的 别别以为就是每一笔呢 都是比较孤立的 有些笔画呢 它是要呈上齐啊 就是呈前起后的 呈上齐下 好 那么这幅对点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